Hello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橘色蜡像师的技能介绍,这个角色蛮好看的,它的第一个特质,也就是被动蜡一,它在晕眩的时候会向周围建设出蜡油,这个蜡油呢,我们待会儿来介绍它有什么作用,并且它有10%的抗性,就是它如果在点上愤怒,困兽,这个抗性就更高了,所以在面对打架型阵容的时候,这个角色应该是蛮不错的。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临阶技能,就是初始就有的,胶柱,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标准,核心技能,加特林,然后呢,向求生者和周围的建筑,可以喷射这样的一个蜡油,来进行什么呢,就是降低穷者的交互,或者说封路口,目前看到的是可以封窗口,然后有一些单独的口子,不知道能不能封上,比如说那个医院二楼跳下来, 这些点,这些点,不知道到时候我们进行一个实战测试的来测试,就是除交互点以外的点能不能封住,如果能封住的话,其实还是蛮厉害的。 好,我们来看它的一阶技能,凝辣,这个技能很好理解,就是手上面拿一块蜡,然后丢出去,丢出去以后呢,它会爆裂,爆裂了之后呢,周围的这些, 建筑也好,求生者也好,都会受到就是交注一样的一个效果,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是可以蓄力的,然后蓄力的时间越久的,飞的就越快,所以这个还是蛮考验操作的,我们来看它的二阶技能, 融蜡,这个技能呢,就是对前面所有技能的一个质的提升了,就是你开了二阶以后,你前面的零阶一阶,包括特质啊,应该也会有,因为它写的都是蜡油嘛,它这边的话呢,是使蜡油进行一个升温,所以我觉得应该都会有, 会变得有伤害,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,本身你只是风路口减速,现在能造成伤害了,应该看到这加弹,打打打打打打打,对吧,当满足一定的值之后呢,直接造成一次普通攻击伤害, 而且它的这个宁蜡丢出去以后,也是可以啊,快速的累加这一索热的状态的,所以说,当开了二阶以后,它就是一个质变,其实跟雕刻家有点像,雕刻家开了二阶以后也是一个质变,但是这个角色的质变,我感觉要更加的厉害一点啊, 好的,那么技能呢,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啊,后续的话,会尽快给大家带来共演府的实战测试啊,没有关注多元,记得关注一波,好吧,我们稍后就来感谢到这个本期视频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